4年一次的球迷盛会,熬夜看球是在所难免的,还好今年世界杯在俄罗斯举行,比中国慢了5小时的时差,让球迷可以相对轻松的去观赏比赛。 一场2小时左右的比赛,晚上8点开梯的场次,10点结束,轻轻松松,洗洗还能早睡,晚上11点和12点的,也不在话下,凌晨1,2点估计也是部分人的正常作息时间,唯独凌晨2-3点的比赛是最尴尬的,如果第二天还得上班,又遇上自己支持的队伍,怎么选? 我很头痛,相信不少球迷朋友这段时间都是迷迷糊糊,处于没睡醒状态,不过还好世界杯即将进入尾声,这几天没有比赛可以好好休整一下。 在这个大力神杯即将解晓滑落水家的7月,车市同样进入白热化,众多重磅新车即将上市,有多重磅?我这样告诉你吧,即使错过球赛也别错过这波新车上市。 一全新奥迪Q5L上市时间,7月6日预售价格,39.5-58万元豪华中型SUV市场之争一,只是ABB绕不开的话题。 中国人对于老款奥迪Q5的喜爱不言而喻,从它显赫的销量成绩能明显看出。 不过随着本池GLC的上市,奥迪Q5在豪华中型SUV的市场光环似乎有些不保,还好奥迪果断做出调整,用全新奥迪Q5L予以还击。 首先是长度,高度符合中国消费者对于空间的需求。 全新奥迪Q5L的车身长宽高,分别为4765、1893E、659毫米,轴距为2908毫米,相比海外版车型轴距加长了88毫米,比奔驰GLC2873毫米和宝马X32864毫米。 在车身长度和轴距方面,同样占据明显优势。 当然,这次换代也不止加了一个L,外观一改往日老气横生的圆润形象,更多棱角分明的车身线条,看上去干练不少。 内饰融入了奥迪最新家族设计、科技感、运动感爆棚。 动力上,采用EA8882.0T发动机,分为高低功率版本。 变速箱由原来的8速手自一体,变为7速双离合。 Cortrol全14区变为Cortrol全14区,对于资深Q5本来说,可能会大打折扣。 二宝马X3上市时间,7月3日售价区间,39.98到58.58万元。 相比奥迪Q5L,宝马X3已经提前上市,新车共推出6款车型。 从其39.98到58.58万元的价格区间来看,国产宝马X3的定价基本上与奔驰GLC看齐。 外观上,大尺寸的双渗进气格栅,更锐利的全LED天使眼,大灯灯组,精致圆润的LED尾灯组,配合粗犷的双边双出排气,处处都是吸睛的亮点。 在大众关心的车身尺寸位加长方面,全新宝马X3长宽高为4717 1891 1689mm,轴距为2864mm。 轴距虽然交底Q5L会显得利或从心,但与奔驰GLC是起估相当。 全新宝马X3的内饰设计有一定的升级,但是一眼还是能认出这是一台宝马。 最大的变化是采用了12.3寸液晶仪表盘加10.25寸触屏式中控屏的屏幕组合,中控屏也改为了悬浮式设计。 动力方面,国产全新X3将搭载B48型2.0T发动机,分高中低三个功率版本,匹配来自ZF采埃福的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,全系配备Basedrive四驱系统。 第三代宝马X3基于Clar平台打造,整体车身的刚性和有了很大的提升。 车身重量比现款减重55千克,风阻系数降低为0.29cb,前后配重50比50,大大提升了操控性。 三一气大众探戈上市时间,7月30日预售价格,暂无时隔多年,一气大众终于告别无SUV时代。 作为一气大众手缓SUV,探戈基于MQB1平台打造,即将加入紧凑SUV的战场。 年轻,新潮是探戈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,外观设计在保持大众汽车一贯的稳重设计风格上,加入了大量的运动元素。 这也让一气大众探戈的外观设计更加年轻。 内饰同样如此,大量撞色设计,显得个性十足,整车无处不透露,它都是为年轻人而来,让关注紧凑型SUV的消费者,又多了款具备德系品质的选择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一气大众探戈,基于MQB1平台打造,并且首次在1.4T车型上使用时式双联合变速箱。 除此之外,还配备了伯格华纳第五代中央差速器,配备了七种驾驶模式,以应对车辆在各种极端形式条件下的需求。 4领克01PHEV上市时间,7月27日,预售价格,24到27万元领克01PHEV曾在2018北京车展亮相。 在外观和内饰设设计方面,和现款燃油版车型物太大差异,仅在相关位置增加了PHEV标志,全新PHEV版领克01,搭载了一套由1.5T直列三缸发动机和电动机,及电池组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。 其纯电动续航里程为51千米,综合最大续航里程为992千米,工信部信息显示,这款车的综合油耗,仅为1.7L100千米。 此前燃油版领克01上市就已经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消费者的关注。 无奈在线海城市,很多人有一颗买车的心,却一号难求,而领克01PHEV版的到来,降低了购车门槛,或将重新换起他们的购买欲。 协在最后,转眼间,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半,而在下半年的第一个月里,世界杯进入四分之一决赛,大力审杯争夺进入白热化,而汽车市场同样是相当热闹。 最受关注的豪华中型SUV奥迪Q5L、宝马X3、一汽大众探科、领克01PHEV等重磅SUV纷纷即将上市,可谓是让这个火热的夏天持续升温,部分图片源自网络,请作者联系我们,一份稿程。